但是你今天把人遣返回來 你怎麼知道國內沒有受害者 你檢察官 我們也要國內有受害者來告發 才能說 委員不是說無罪推定嗎 還沒有告發之前是無罪推定 那我現在在問你的 你檢察官有沒有去偵辦嗎 對不對 那你有的話 但是你們對外放的消息說 你看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們就只能夠把他們放走 現在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所謂現在要偵辦 就是我們要跟大陸聯繫 為什麼我剛剛一直在問你 國內有沒有受害者 目前沒有任何資料 任何沒有資料 因為你根本沒有去偵辦 沒有去調查 當然沒有任何資料 沒有任何被害人報案 那中國那邊也沒有人 全部放掉 對啊 那這樣子為什麼說是重犯人犯呢 因為我們還沒有來得及 跟大陸去要資料 人就回來了 那人回來的話 你不能夠用說好 他有涉嫌 因為剛剛我們刑事局 那個我們的刑事警政署 這個副局長 紀副局長 副局長 副局長 麻煩 來 這個紀副局長 是 你好 想要請教一下 這一次馬來西亞 他們為什麼把這些人遣返出境 維反移民法 所以非法入境 非法打工對不對 非法入境非法打工 所以把他們遣送出境 所以呢 把他們送回來台灣嘛對不對 因為是我們中華民國的人民嘛 對不對 那只有這樣 有時候他們是詐騙犯嗎 馬來西亞有沒有告訴我們說他們是詐騙犯 馬來西亞 就我們了解 他們是在那邊 有從事詐欺計畫 你所謂的我們的了解是誰跟你講 就是我們駐外聯絡官去了解 好 駐外關係了解他們是詐騙犯 那駐外關係根據什麼了解總有資料吧 你是說我們的駐外單位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駐外單位據了解他們是詐騙犯的話 總有資料吧 這種東西不能夠空口無憑耶 因為就是根據我們駐外聯絡官去了解 馬來西亞是房家警察總部商業刑事偵察局 在3月25日查獲5次的詐欺詐騙計畫 好 那查騙他們的詐騙紀錄 是詐騙的機房 但是這個不違反馬來西亞的這些法律 因為馬來西亞他那邊沒有被害人 他那邊沒有被害人 所以他把他遣送回來 好 那這些不是證據嗎 在那邊設有機房 然後在從事詐騙的行為 這不是證據嗎 我們現在沒有取得 足以在司法我們的程序上 當作證據的東西啊 那剛剛念的那個不算嗎 那個要大馬把資料給我們 只是光是聽他講 好 怎麼能當證據呢 那今天就是說已經有設計 你剛剛就講說你們有詢問嘛對不對 警察警示警局 你們說你們有詢問 他們一到這個松山機場的時候 你們有詢問嘛對不對 是 好 那你們詢問你說他們全部都自認 他們在那邊在做詐騙行為 大部分有 沒有全部 大部分有承認 大部分有承認 好 部長 今天我們有一個人去告 然後檢察官把被告的那一個人 找過來 那一個人承認他犯罪行為 問題是台灣沒有人告啊 不是啊 今天呢 今天被告已經他自己承認 他有這個犯罪的行為啊 對不對 台灣沒有人告 台灣沒有人告 你今天就把他放出去 他不是所謂的犯罪嫌疑重大嗎 101條的話 他不是可以有逃亡之餘啊 不是嗎 被告的自白不能作為犯罪 被告的自白不能作為有罪無罪的唯一證據啊 我沒有說作為唯一的證據啊 但是有涉嫌啊對不對 他已經有承認 而且大馬那一邊 他們也有說他有看對 有這個機房對不對 有涉嫌的州區 那現在只是說 那些證據還沒有送回來 而不是說完全沒有任何的事情 所以不是說我們什麼事都不能夠做 然後就只能夠放人嘛對不對 你今天在菲律賓的那個案子 你們不是也把這些人神之以法 也不是也把他判第一個時間 他也不是在第一個時間 就把證據都拿回來嘛對不對 我問你啦 今天檢察官在辦案的時候 哪一件事檢察官在第一個時間說 你怎麼會有罪證確証 你們不是都先壓人 然後再去辦 雖然我們反對是這樣的東西 但是你只要有逃亡之語的話 你們不是就申請法院去所謂的 對不對 羈押嗎 委員那麼注重人權 怎麼會說先壓人再偵查呢 所以我說我不贊成這樣子 但是你們可以依照法定的程序去處理 不是嗎 是啊 但是你們現在連法定程序都沒有做耶 那要看證據夠不夠 好 那今天如果說你的證據都不夠的話 你憑什麼去認定人家就是詐騙犯 因為從大馬那邊來的資料顯然是有相當重的嫌疑 你這裡不是互相矛盾嗎 你一方面講說完全沒有任何的事證 所以我沒辦法辦 另一方面又說從大馬那邊的有相當的重 有相當重要的證據來證明說 只是大馬的這個證據還沒有送過來而已 對不對 那今天檢察官在辦案 就是我今天去告發有一個人怎麼樣的時候 檢察官把這個人找來 結果那個人承認他的犯罪事實 而且他可能在某一個地方 我還可以去搜索對不對 對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檢察官 他如果覺得這個人有討訪之語 他不是可以去申請法官去把他所謂的申請擠壓嗎 沒有送來的證據可以用嗎 怎麼用 我們現在所謂的第一個時間 今天檢察官在辦 我想請你不要一直在 我們今天在講的是就事論事 我沒有在指責你 你不需要那麼大的去捍衛的心理 我們今天就將心比心 我們今天回到我們國內的案件 今天檢察官面對一個這樣的案件的時候 他會怎麼處理 同樣的今天把人送回來了 一樣面對同樣的問題檢察官會怎麼處理 你不要為了打臉立委 然後就是說你看嘛對不對 前面的要回來沒用嘛 我今天就馬上送一個馬來西亞的人給你 你就馬上放人嘛對不對 所以你完全沒有依照我們的正當法律程序去做 如果說你說他根本沒有證據 你沒有證據 你就不能夠去把人家蓋上 冠上一個他就是詐騙犯 對不對 詐騙犯的證 就今天我們一直在講所謂的無罪推定 無罪推定什麼 當我沒有任何證據的時候 我就不能夠說你是詐騙犯 否則我今天也可以說你是詐騙犯 然後呢所有媒體就開始報導說 這個羅部長是詐騙犯 然後呢有沒有證據 沒有啊因為證據在中國大陸啊對不對 但是他就是詐騙犯 所以今天羅部長走出去 那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重犯人犯 所以我原的意思說放人是對的嘛 是不是 我不是說放人是對的 我說要不要放人 是檢察官要去偵查 第一個就國內有沒有被害者 第二個有沒有人在國內策劃 我們目前沒有任何人來提告 那我們今天所謂的犯罪地點的話 不限於只有被害者所在地啊 行為人今天可能有他的主謀可能還在台灣啊 他可能在台灣策劃 你沒有去調查 你怎麼知道沒有 當然還沒有調查到之前 當然是要說沒有啊 難道我們就可以這樣子有罪推定嗎 OK 那就是無罪推定 既然這一個人也沒有被害者 也沒有這個所謂的在台灣的策劃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犯罪所得 有沒有在我們台灣 你連調查都沒有 你怎麼能夠去依照公安 中國公安的一句話說 他是詐騙集團就是詐騙集團 你極度簡化事情 我們不是說現在沒有證據就不要偵辦 但是偵辦協商要有時間 所以我們才想 我問你提示你 你們有開啟偵辦沒有 我們要先去跟大陸聯絡 請他提供資料我們才能開始啊 我問你今天我們到法院去提出告發的時候 你檢察官馬上立一個 不是真治案就是什麼他治案了 請問你們有沒有列為真治案或他治案 有他治案 好有他治案 所以呢今天有他治案 你說要去調查 因為沒有任何的證據 所以我把人放走 你在抱怨什麼 所以那委員醫師就贊成放走嗎 不是贊成放走 我就說依照法律的規定 依照正當的法律程序 應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而不是不依照正當的法律程序 只依照中國公安的一句話 然後就一副很委屈的樣子 我們立法院就是在重犯人犯 我們是一句馬來西亞的警方 調查的五個機房被破獲的狀況 來做推定他們涉嫌 那現在大陸那邊我們跟他要資料 他們也要時間整理給我們 現在這個事情前面該做的事都還沒做完 人都放回來 我們當然覺得很難過 因為社會大家也都不能夠接受 那這個不是已經 已經破獲機房 而且中國那邊也告訴你所有 你說馬來西亞破獲機房 而且這些人也都承認 中國也說他有廣大的被害者 只帶把證據送過來 你說這樣子不構成所謂的重大犯罪 然後有逃亡之餘 然後應該申請法院去羈押嗎 沒有送過來的證據可以用嗎 我不想跟你循環論證 那主席能不能再給我一分鐘 講一下我們的羈押法好不好 你怎麼會一下說我們其他的口頭說 等一下我們下午大提討論再來處理好不好 等一下又要依照這個口頭說來去押 這個部長請回喔 我是建議這個部長請回 十位送回到機場 我們都知道你現實上 檢察官沒有辦法升押 因為你沒有捲證 這個沒有錯嘛 不管你法務部願不願意這樣 檢察官願不願意這樣 這個就是現實是這樣 但是立委有大概兩個方向的態度 有一個方向是覺得你無論如何應該要 這個羈押不能放人 那這個時候法務部就應該向這些委員去說明 這些委員其實在本會也有啊 對不對 去說明說我們不迫於無奈 因為捲證沒有來 所以我們不得不放人 但是對不起部長沒有這樣說明 沒有說明 但是呢對於有一部分的委員覺得說 其實你應該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因為是捲證沒有來 所以其實是應該要讓捲證一起過來 去爭取這個部分 但這個部分呢其實 部長應該要去處理的是 為什麼捲證沒有來 那你說處理是說因為中國公安部準備不及 可是我們要問的是 這個去把人要回來是誰去談的 是警政署去跟馬來西亞的移民署去談的 是我們行政院禮拜五 院長主持的會議決定的態度 說不能讓這個要求馬來西亞 這個馬國不可以把人交給中國公安部帶走 這是我們政府的態度啊對不對 但是你因為你這個政府的態度是一致的 但是你不可以用政府的態度 然後灌到委員的頭上 說這就是你們委員發言造成這樣的現象 這我們不曉得我們還有這麼大的這個影響力 但是這個我們先處理臨時提案之後 我們下午再來處理這個我們相關的部分 好請宣讀律時提案 提案A 提案B 有鑑於近年來跨國詐騙事件層出不窮 我國人亦於第三地涉嫌進行詐騙被逮 遭遣送大陸之情勢 未有效打擊犯罪誤網誤眾 維護我國司法管轄權 呼籲朝野物淪為政治口水之爭 正是全球共同打擊詐騙之重要性 近日贊成國人於馬來西亞涉嫌詐騙 雖今協調將事案國人遣返回台 然因無具體式施政 僅能直接釋放該等涉案國人 此舉恐嚴重影響國內外 對我國政府打擊犯罪之心心 並讓台灣遭激為仗氣犯的天堂 影響國家形象勝劇 詐騙集團於第三地進行詐騙 造成無辜被害人財務嚴重損失 甚至殘取技強傷害 政府應謹速將之甚至以法醫警校友 原建勤法務部應立刻於馬來西亞 埃及南韓等案件發生國政府 立即進行司法互助 以及謹速與大陸落實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互助協議 啟動兩岸共同打擊犯罪之緊急應變措施 謹速提供相關犯罪資料供我方依法研辦 以落實司法正義義機 並維護國域國格 提案人林維州、許淑華、林德福、許玉仁 提案C 請法務部於今日中午前檢據下列資料提交本會 一、法務部或法務部長羅英雪向本院委員 或其他場合提示馬來西亞案 國人如果立即遣返 將會不一慣例 券證資料無法隨人送回之相關發言 二、行政院及相關部會蛇充馬來西亞案之始末 三、法務部4月16日新聞稿所提及等委員 這些立委分別所指立委是哪些人具體勢力為何 提案人段儀康、周春明、布立雄、油美女、蔡玉雲宣讀完畢 好 我們現在處理提案了 請問提案A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好 請說 那部長請在這個麥克風前面講好不好 我們已經也都提出來了 那處理這些事情 這個是不是我們可以改成書面報告 如果說有其他的這個內容 我是需要提出來的話 我們要請這些部門過來列兩個鐘頭四十分鐘 論省略然後就把最後的結論意見一直提出來 幾乎不會足自告 好 那我們要請這個去開會的相關部門過來列席 相關部門一定要也要當時當天出席的人 當然 當然 但是他們可能臨時通知都有別的事情在生 所以這樣子是不是也很為難他們 我們會定 那你不用替其他的部門去做一個折衷好不好 我們禮拜三上午啊 爭列議程 我們禮拜三上午邀請法務部羅英雪部長 還有這個相關部門啊 一起來做專案報告 我們必須接受司法偵查或審判相關事宜啊 的這個政策來做專案報告 好不好 那麼也請這個 包括這個 呃當天2月16號 有參與相關會議 我們也盡量通知啊 各個部會喔 這個相關 除了部會的代表之外啊 那麼有請相關參加這個2月16號在法務部召開會議的 這些這個成員也都務必要列席 各位報告一下 請說 因為最近 為了這個肯亞事件以來 馬來西亞還有相關的 那所以陸委會啦 外交部啦 警政署啦 這些機關啊 都有很多事情是比較多了一點 包括法務部啦 那我們是不是建議說 能不能先報告的話 再 立管 一定好不好 好 今天下午